佛陀说这个辟语的用意何在呢 我们必须考虑以下的几个要点 首先他用泡沫空虚没有实体的本质 来比喻设法空洞没有实体的本质 如果你修成四大分别观 就会亲自见到我们所执着的这个身体 事实上是没有实体与实质的 身体只是由极端微小的粒子构成的集团而已 这种微粒称为色聚 而色聚又是由刹那生命的究竟色法所组成的 就像当我们试着要握住泡沫时 泡沫就会立刻破灭 同样的 我们身体里的这些色聚 一升起后就立刻解体消失 新升起的色聚取代了旧的 然后同样立刻消失 正如我们不可能随自己的意愿而塑造泡沫 同样的 构成我们身体的色法 也不是我们意志所能控制的 没有恒常的实质或自我存在 事实上色法是无常苦无我的 二 当佛陀见到泡沫顺流而下时 他知道泡沫随时都可能破碎 而且何时破碎是难以预料的 同样的 生疏之后 我们知道身体终有一天会瓦解 粉碎 而且我们无法控制使它何时发生 正如泡沫一般 我们都随着自己的业 而在生死轮回中漂流 不知何时生命会结束 既然我们对此事丝毫不能做主 我们又能认定什么是藏或我呢 色取因并不是无因而自然产生的 他们生起的因缘如下 一 叶生色依靠过去五种因 也就是无名 爱 取 行 叶 而生起 二 心生色依靠受想形式 这四种名韵而生起 而四种名韵又是依靠心所依处而生起 三 词结生色由火界所产生 而火界是色运当中的一项 四 十分色由石数所产生 石数也是色运当中的一项 佛陀就是如此开示色取运 佛陀接着开示游下 朱比丘 实体存在呢 同样地 朱比丘 无论是哪一种兽 过去的 未来的 或现在的 内在的 或外在的 粗的 或细的 低烈的 或高尚的 远的 或近的 比丘 比丘都视察他 深思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 瘦对比丘而言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瘦当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佛陀继续开示说 朱比丘 假设一个需要心才 找寻心才 四处寻求心才的人 带着一把锋利的斧头 进入森林中 他见到一大棵芭蕉树 品质 心力 还没有长出果蕾 他从树干的基部 将芭蕉树砍倒 砍掉顶端的树叶 然后一层层地剥开树干 当他逐层地剥开树干时 他更是无法发现软木材 更不用说心材 一个视力良好的人 视察他 深思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 那棵芭蕉树对此人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芭蕉树干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同样的 诸比丘 无论是哪一种行 过去的 未来的 粗的或细的 低略的或高尚的 远的或近的 比丘都视察他 深思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 行对比丘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行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佛陀 佛陀以这个 批语来表达什么呢 正如水泡是脆弱的 无法掌握的 一生极灭的 同样的 瘦也是瞬间生灭的 无法被认定为横长与稳定的 正如水泡在水面上升起 一生极灭 瘦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一坛子之间 就有一万亿个瘦生灭过去 正如水泡依靠因缘而升起 同样的 瘦依靠过去与现在的因缘而升起 瘦赖以升起的过去因缘是什么呢 那就是无名 爱 取 行 与 业 瘦的现在因缘是什么呢 那就是 依处目标与接触 瘦不能独立生起 必须依靠依处 接触目标 而与相应的明法同时生起 其余的明运 也就是 享运 行运 及世运 也是同样的道理 都不能独立生起 必须依靠过去与现在的因缘 才能升起 这就是佛陀对受取运的解释 佛陀接着开示说 朱比丘 假设在热地最后一个月里的正义50分 有闪动摇晃的海市渗楼产生 一个势力良好的人视察它 深思它 仔细地研究它 于是那海市渗楼对此人而言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海市渗楼中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同样的 朱比丘 无论是哪一种想 过去的 未来的 或现在的 内在的 或外在的 粗的 或细的 低略的 或高尚的 远的 或近的 比丘都视察它 深思它 仔细地研究它 于是 想对比丘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想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佛陀借着这个辟语来表达什么呢 想就像海市渗楼一般 因为它是无法达到的 无法掌握的 它由心所产生 没有真正的实体 依靠因缘条件而变异 对一个人而言是一种情况 对另一个人而言 又是另一种情况 正如海市渗楼 蒙骗大众 同样地 想 使人们相信 不净 苦 无偿的事物 是美丽 快乐 恒长的 这是佛陀对 想取运的解释 佛陀继续开示说 朱比丘 假设一个需要新财 找寻新财 四处寻求新财的人 带着一把锋利的斧头 进入森林中 他见到一大棵芭蕉树 品质 新绿 还没有长出果蕾 他从树干的基部 将芭蕉树砍倒 砍掉顶端的树叶 然后一层层地剥开树干 当他足层地剥开树干时 他甚至无法发现软木材 更不用说新财 一个势力良好的人 视察他 深思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 那棵芭蕉树 对此人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芭蕉树干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同样的 诸比丘 无论是哪一种行 过去的 未来的 或现在的 内在的 或外在的 粗的 或细的 低略的 或高尚的 远的 或近的 比丘都视察他 深思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 行对比丘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行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佛陀借着这个批语 来说明什么呢 正如 芭蕉树干 是许多层窍的组合体 每一层 都有它自己的特象 同样的 行印 是许多心锁的组合体 每一个心锁 都有自己的特象 心锁 有五十二种 在他们当中 受是受取韵 想是想取韵 其余的五十种心锁 是行取韵 依靠私而决定 有些心锁 同在一个心事刹那中生起 但并非所有的心锁 都是如此 举安般出禅而言 安般出禅里的禅心 是色戒善心 在每一个心事刹那中 有三十四个明法存在 其中的受是乐受 是受韵 想是对安般残相的印象 是想韵 是认知安般残相 是试韵 其余的三十一个心锁 是行韵 行韵当中 以思最为显著 此外还包括 骗一切心的心锁 例如一定性与作意 以及善心锁 例如信 精进 无贪等等 由于禅心是善心 因此当中 没有不善心锁存在 上述这些明法 都在同一个心事刹那中生起 然后就消失无中 因此他们是无常的 他们依靠过去因缘 与现在因缘而生起 而不是无端端的生起 因此他们完全没有 恒常的自我或主宰的本质 这就是佛陀对行曲韵的解释 佛陀继续开示说 朱比丘 假设一个魔术师或魔术师的学徒 在十字路口表演魔术 一个势力良好的人视察他 深思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那魔术对此人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魔术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同样的 朱比丘 无论是哪一种是 过去的 未来的 或现在的 内在的 或外在的 粗的 或细的 低略的 或高尚的 远的 或近的 比丘都视察他 深知他 仔细地研究他 于是 是对比丘而言 是空的 虚的 没有实体的 因为 是当中 哪里能有什么实体存在呢 佛陀举出这个 批语的 含义是什么呢 如果从 是会欺骗人 使人生起 邪见的角度来看 是就像 魔术一样 例如 他带给人 如此的 错误印象 来来去去 站立坐卧的 那个人 一直拥有 同样的身心 然而 事实上 在那些 动作当中 身心 刹那刹那间 都在变化 并不是同样的 看的时候 是看时的身心 听的时候 是听时的身心 思考时 是思考时的身心 各不相同 这些心事的 生起 不是意志所能主宰的 我们无法决定 我要看 我要听 等等 是依靠 过去因缘 与现在因缘 而自动生起 即使我们决心 不使 是生起 而刻意地毁坏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生根 心中还是会有目标出现 而意识 还是会生起 因此 就像其他种取韵一样 是取韵 也是因缘所生 没有恒常的自我存在 禅师祥举例来说明 假设有一个人 他亲爱的儿子走失了 由于过度的思念 他会如此想 哦 我可怜的儿子已经死了 好痛苦啊 我的心日夜都充满愁悲悠恼 如此已经过了好几个月 我将不可能再快乐起来 又有这样的人 具有丰富的物理学常识 并且以自己的知识为傲 当他与一般人谈论物理学之后 就如此说 哦 我的心力是多么强啊 不像别人的心那么无能 我比别人拥有更丰富的知识与领会 为什么人们会那样想呢 因为他们相信心是恒常的 他们不了解 心是依靠过去与现在的因缘而生灭的 现在 如果有人告诉上述那个悲伤的人说 他已经中了一百万元的彩卷 他是否还会如此想 我的心充满愁悲悠恼 我将不可能再快乐起来 恐怕不会吧 再者 如果上述那个以学士为傲的人 与博通哲学的智者谈论哲学时 他是否还会如此说 哦 我的心力是多么强啊 不像别人的心那么无能 我比别人拥有更丰富的知识与领会 恐怕不会吧 佛陀如此解释之后 有系统的显示 无曲运当中的每一曲运 都是空虚的 没有实体的 没有本然的自我 既然众生纯粹只是由无曲运所构成 别无他物 那么众生中哪里能有实质或横场的自我存在呢 这就是佛陀在泡沫披育经中 开示观照此一种无曲运 为无常苦无我的方法 为了进一步肯定上述的话 阪之想引用中部小萨泽家经 当中萨泽家所提出的问题 及佛陀的答复 在经文中萨泽家问说 沙门乔达某的弟子如何履行他的教导 听从他的劝告 而在导师的教法中超越怀疑 免离困惑 获得坚信 不需依赖他人 在经文中 佛陀回答说 在此火费者 对于任何种类的事 无论是过去的 未来的或现在的 内在的或外在的 粗的或细的 低略的或高尚的 远的或近的 我的弟子都以圣字 如实地这样照见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自我 对于任何种类的受 对于任何种类的想 对于任何种类的行 对于任何种类的事 无论是过去的 未来的或现在的 内在的或外在的 粗的或细的 低略的或高尚的 远的或近的 我的弟子都以圣字 如实地这样照见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自我 这就是我的弟子 履行我的教导 听从我的劝告 而在我的教法中 超越怀疑 免离困惑 获得坚信 不依赖他人的方法 在经文中 萨之家又在发问 大师乔达摩 比丘鲁而成为 猪肉已尽 犯行已立 因作接伴 以示重担 达成真正目标 毁坏存在的枷锁 透过完全制 而完全解脱的阿罗汉 在经文中 佛祖欧回答说 在此火废舌 对于任何种类的色 无论是过去的 未来的或现在的 内在的或外在的 粗的或细的 低略的或高尚的 远的或近的 比丘都已经与 正志如实地这样照见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自我 对于任何种类的受 对于任何种类的想 对于任何种类的行 对于任何种类的事 无论是过去的 未来的或现在的 内在的或外在的 粗的或细的 低略的或高尚的 远的或近的 比丘都已经与 正志如实地这样照见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自我 这就是比丘成为 猪肉以尽 犯行以利 因作接伴 以示送贷 达到真正目标 毁坏存在的枷锁 透过完全制 而彻底解脱的阿罗汉 因此 不只是要成为阿罗汉 需要观照 此一种五蕴的三项而已 要成为虚脱环 也必须如此观照 吴比丘在经文 《转法轮经》之时 与之后 都观照此一种五蕴 为无常苦无我 因而正得虚脱环果 当他们经文 无我相经时 再度观照 此一种五蕴 为无常苦无我 因而正得阿罗汉果 若人想成为圣者 就必须以他们 作为学习的榜样 然而 我们不应该争辩说 无我相经当中 没有提到 吴比丘修行的元启法 事实上 他们在正物 需托环果时 已经透彻底 了知元启法 在正物需托环果之后的五天当中 他们还是以赛底修行元启法 并且观照苦地法 与吉地法 为无常苦无我 因此 他们在正物阿罗汉果之前 就以彻底的明了元启法 如果没有以直观的智慧 了知元启法 就无法超越疑惑 那样的话 无法 产接者就无法证得虚托环果 更不用说阿罗汉果 请联听 因缘相应 缘经当中的开示 如下 朱比与于生为元启法 所以老子生起 无论如来出事与否 此道理皆安利 此事法助性 法决定性 元启性 如来正物此法 现观此法 正物与现观此法之后 如来宣说此法 调识此法 告知此法 设立此法 开眼此法 解释此法 惨眠此法 说 看 朱比丘 以生为元 所以老子生起 以有为元 所以生身体 以取为元 所以有身体 以爱为元 所以取身体 以受为元 所以爱身体 以处为元 所以受身体 以六处为元 所以处身体 以名色为元 所以六处身体 以事为元 所以名色身体 以行为元 所以事身体 以无名为元 所以行身体 无论如来出事与否 此道理皆安利 此事法助性 法决定性 元启性 如来正物此法 现观此法 正物与现观此法之后 如来宣说此法 教室此法 告知此法 设立此法 开眼此法 解释此法 阐明此法 说 看 朱比丘 以无名为元 所以行身体 朱比丘 这是真如性 不亦如性 真实不亦性 元启性 朱比丘 这称为元启 朱比丘 何谓元启法 朱比丘 老死是无常的 有为的 原生的 禁法 衰灭法 灵贪法 逆禁法 朱比丘 生是无常的 有为的 原生的 禁法 衰灭法 灵贪法 逆禁法 朱比丘 有是无常的 有为的 原生的 禁法 衰灭法 离贪法 逆禁法 朱比丘 取是无常的 爱是无常的 受是无常的 处是无常的 六处是无常的 明色是无常的 是是无常的 行是无常的 朱比丘 无明是无常的 有为的 原生的 禁法 衰灭法 离贪法 灭禁法 朱比丘 这些称为元启法 朱比丘 当圣帝子 以圣字 清楚地 如实造建 这元启 及这些元启法时 他将不可能 如此地 回溯过去 想着 过去我是否存在 过去我是否不存在 过去我是什么 过去我是如何 过去我做什么之后 成为了什么 他也不可能 如此地 预料未来 想着 未来我将存在否 未来我将不存在否 未来我将是什么 未来我将是如何 未来我做什么 未来我做什么 我将成为什么 他对于现在 不可能有如此的 内在迷惑 我存在吗 我不存在吗 我是什么 我是如何 我这个友情 从何而来 将往何去 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朱比丘 因为圣帝子 已经以圣一字 清楚地如实造见 圆体及圆体法